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仲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 这一期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收听收看 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谈 我们前一阵子才开始的 一个新的单元 叫做Report Story 就是由我们的记者来谈谈 他在采访背后的一些经验 一些心路历程 我们知道在很多朋友 看到公库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 我们常常会在 抗议的现场来去报道 但是抗议的现场 说实在台湾大部分的抗议 都是非常非常平衡 开开记者会 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这种 所谓的举步调等等的动作 他其实不太有真正的太多的 这种肢体冲突跟暴力事件 可是这些看似平衡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其实呢 在采访的现场 记者有时候也会受到 各式各样的状况 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例如说可能发生了冲突 那记者到底应该要站在什么地方 会不会被无辜的波及 甚至在很多时候台湾的 这个独立媒体的记者 在过去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媒体记者 甚至他常常也会被警察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们的存在 当然最近这几年稍微状况是比较好一点 可是在过去供库的采访经验 也常会有记者 被警察 这个拦阻或者是无故的被抓走 那供库里头 最资深的记者当然就是杨娟儒 就是我们现场我们来一起聊天这位 娟儒你好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娟儒 你不只是最资深也是最悲情最苦情吗 就只是一个资深 所以遇到的机率比较多 因为大概被警察拦阻 或者是被抓走几次 抓走一次 但是比如说阻碍其实就是大大小小数次这样 那个阻碍其实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冲击性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 你怎么去突破这些所谓的采访的限制 以及当警察把你拦住的时候 甚至把你抓走的时候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先谈被抓走那件事情 好 其实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在脸书上可能有看到 桃园中立就是有警察拦减一个女子嘛 那好像就是没有讲出什么的理由 然后就因为这个女子不满警方 就是要被盘查资讯 然后调查他的隐私 那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说 你很蠢 还是说你这样很蠢 然后就被警方上铐带往警局 相信就很多民众看到这样的新闻 其实就是心有戚戚焉 就想说我平常就是奉公守法并不会 呃就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那也有很多人会说 那你只要配合警方就好 你就是乖乖一分钟交代了事就好 那呃像遇到这件事情的人是一名艺术家詹慧真 那因为他就运用他自己的呃可能他自己的力量 在脸书上面写出了从后到尾的呃过程 那所以呃他事后在脸书发文的时候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自己遇到的话我该怎么办 如果不想配合警察怎么办 那或者说呃很多人就觉得说配合警察也没关系啊 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是警察滥权的问题 那像我自己呃我们在公库呃在公库做采访的工作 那公民行动影音进入资料库就是一个不被警方所熟悉的媒体 以前啦对以前比较不被熟悉 那现在慢慢的可能就是有认识到很多网路媒体 或是另类媒体包含公库这样 那可是在采访的现场就会被质疑呃我们的采访的记者的身份 那以前可能还会被说你会不会是假记者 那我自己就跟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下说 我在2014年采访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拍摄工作到最后 我就被警察直接带往警局 那次发生什么事 那个案件呢是内湖慈祭的开发案 那其实环保团体的案件其实都还蛮平和的 大家不会想到说有什么冲撞 那一次的工作我也觉得说 我应该就是拍完一个会议现场 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那好像是一个公厅会还是一个说明会的现场 他是一个 呃2014年在台北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内湖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会议 那相关的会议因为你要一直去 呃就是去检讨整个都市开发的使用方法 那他只是第一次专案消除而且是简报会议 但是其实很多环保团也都会非常的关注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争议很多年的慈祭内湖园区的开发案 就是那个原本是一块自然保护区 但是慈祭基金会把它买下来之后 可能要解编这个自然保护区 那很多环保团体或是在地居民当然会很担心 可能呃这个解编之后 当地可能环境就呃会淹水啊 或是有更多不好的状况 那所以很多民众很关心这个案子 违法的会议当然是要组织他啊 对不对 对 不好意思大家 祝祝大家 谢谢你 真的 谢谢 对 今天如果会议不开 我们就要到唐天席 对啊 对 对 我可以进行 旁边有表达一下 议事还没开始啦 我们是在跟主席 台北市政府不要看 唐天席会议 对啊 这个议事可以进行吗 表天前的会议可以开吗 什么叫做检报会议 才开会议通知这样可以开吗 为什么都没有人发现 什么叫做案小组会议 帅校会议只是公开会议吗 什么叫做案讲报会议 主席啊 有检报会议这样的法源吗 呃 各位 我们这台不是这些随便的事情 不是随便 第一会议有会议的程序 这可是你第一个程序 我们要把电的程序 我们要把电的程序 这个要逮捕 那个要逮捕 要逮捕 要逮捕 这边有火气了 因为有火 所以我们发现有 这边火气很大 所以有人灭火 是这样子而已 并没有违法 你莫名其妙 杀在我身上 你凭什么对着我头上 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 你叫什么叫 不是我傻 你莫名其妙 你是谁 我是偉言 你凭什么对着我 你凭什么对着我头上 不是我 你可以去报案 你可以去报案 不要这样子 你自己站起来 央央他的 来 你自己走 来 来 来 架起来 站起来 自己用起来 来 你莫名其妙 黑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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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队里 我们要队里 什么叫我们 黑箱会议 10多个环保人士 在台北市政府 西北区 啊 西南区 8楼 四个一组 四个一组 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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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 抱歉 台北市政府 威法 抱歉 抱歉 台北市政府 威法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记者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刚好不是一火了 不是 你搞清楚 你搞清楚 裡面很多自己在裡面 所以你不让我出去 不是 我会问一下你 假的关 因为现在整个都 管制了 不好意思 你确定 对 我已经给你秀的证件 等一下 你让我配合什么 我先回答我 小队长 这边有个记者 我爱什么 我什么 这个不行 小队长 你要找 小队长 投报会主委之类的吗 不是啦 不好意思 抱歉 你找我们的 找我们的 坏人士 来配合 好不好 找我们的坏人士配合 你先关掉 你先关掉 你先关掉好了 你记者 你一起配合下去好了 我先要配合 好下去 我先要配合 但你不要动 我先要配合 我先要配合 你不要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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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去了 你不要动我 我告诉你 我今天跟我都没有做 你没有要怎么配我 我留资讯给你 我男生证给你 知道可以吗 找我们坏人士 找我们坏人士来应对 如果你是确实是记者的话 我确实是 想怎么样 我给你身份证 请你们登记资讯好吗 抱歉 我们如果是记者 刚刚有没有的话 我们请你 是要给我们 我为什么要打 我来这个执行公屋 为什么我不能拍 刚好抓到斯东森 对我拍 那你吸引登记我的资讯 我身份证拿给你们 你配合调查 然后你配合调查 我要拍 你到身份证件好了 请你不要抓我 要办法我们执行 我就说你们都不要碰 我自己走好不好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我不是罪人 我只是来旁听的 还会搞成这个样子 这什么国家 现在是怎样 我只是来采访要搞成这个样子 我只是来采访要搞成这个样子 被爱啊 我的妈呀 这就是台北市政府啊 你先坐一下 我请他那个 不好意思 那里有那个 我跟两个发言 谁有特别的时候 打电话过来 是 好 哈哈 不会 你先坐一下 辨识不出啦 这是常识吧 不是 这是常识吧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不知道 记录的什么分 对对对 那我可以 我们先把先打 一开始就这样子啊 一开始就这样子啊 他就说记者 他又没有跳来跳去 他又没有跳来跳去 现在大家在 记者 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在剥夺新闻 我们现在是前置 言论自由 记者 我们也是 公民 他是政治纪的 请勿剥夺新闻的事有 本机长 我们都是言论自由 你在那边 他也在场 如果是 台北市政府在开这个通盘 检讨计划的时候 却只在短短两天前的时候 才上网公开这个会议的资讯 那很多民众当然就是急得跳脚啦 我这么关心这个案子 难道你是要黑箱通过吗 那所以很多民众知道了 那其实在这个会议甚至还说 我不邀请成情人或团体来 道喜旁听 也不提供你们发言登记 这个看到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所以环保团体就觉得 这好像要去限制他们去了解 或者去表达意见 因为政府很多资讯 应该是要应当公开的 尤其像这么一个都市计划通盘前 到跟土地有关的会议 那所以就有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 或是像当时的树党 或是当时青年占领政治等等 还有当地居民的团体里长 都有到现场到现场去杯葛会议 那其实我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想说 就是很一般就是去抗议 就是说就是质疑主席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晚才公布会议 结果突然现场一阵的白粉弥漫 原来是有人突然拿起了 灭火器喷洒会场 而且是往主席跟委员的身上喷打 不是真的很少见 对非常少见 主席的傻眼 你应该很傻眼 我非常傻眼 然后因为我虽然那时候 没有很靠近那个 主席或委员 所以我是当场远远的看着 整间会议室都是白粉盖住 这样子 对 那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马上觉得 哇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案件 那我就赶快记录现场 那警方当然觉得事情非常重大 在台北市政府的会议室里面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是不能放过现场的民众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所以他们当场就留置了 这些环保团体这些居民 留在当场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要调查他们的身份 但是现场的民众不配合 所以他就说那我就把你带回派出所 对 那当时我因为工库的这个采访的特性 其实就是会紧跟着社运的民众 和抗议民众 那因为他们被抬离的过程都是不配合的 所以就是那个手跟脚都是被警方抬出去 那我就是这样跟着一起拍摄走出去的时候 就被女警拦了下来 然后他就要把我一起送往警车 那我就觉得我就说我是记者 我是来采访的 然后我就递出了我的采访证 记者证 还有甚至最后他就说 那个小姐请你配合我 原来他把我当成的抗议民众 对对对 那我再一向一再的跟他解采 那也说我就是今天来采访的 今天有很多记者也在旁边的那个 新闻室里面打稿啊 那也有其他公民记者 他们只要出示身份就可以离开了 为什么我已经跟你表明了 甚至我说我把身份证都拿出来 你不是要登记身份而已吗 所以我都拿出来了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 他就是觉得 对他不看 然后他也不看我采访证 他就不相信 所以他就是直接把我 就说请小姐配合 就叫我上了警车 那因为当时他们只针对我 他们可能就我看起来就是不像记者 所以我就想说 在几经的言论的就是跟他争执之后 他也是不愿意 那我一切都有录影 就是纯正下来 所以我想说好当下我还是先配合 那当下还是有先打电话给 呃公库其他记者以及 呃我们管老师也有就是收到回报 就是说我当时被带往警局 那再请呃 记者还有管老师这边帮我再联系 看能派律师对对对 或是通知其他相关的团体 是不是可以先让我离开现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非常的 心情是怎么样 就是我我们其实在常常讲说 一个摄影记者讲嘛 就是如果你今天照片拍的不够好 就是因为你站的不够近 所以我们常会在一些抗争的现场 冲突的现场就会紧贴着 这些抗争者 这对我们在做报导人是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要记录 真实要记录当时的实况嘛 可是你因为要去记录当时的实况 记录当时的真实而被警察 以为是抗争者一起带走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呃那时就是警方他是 因为有人拿灭火器喷洒 所以他们先控制了一个就是 数党的成员 的确就有一个男子在当场喷洒 那已经有掌握了一个人 但是现场总共有大概包含我有20个人 然后他们就是认为这些民众 都必须要接受调查 所以他们依照的警察职权行使法 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回了当时的信义分局的三张离派出所 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 呃 几经的言论的争执 我当下有呃 向警察反映 就是说 哎 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有去强调了记者的特权这一部分说 我跟抗争民众不一样 你是把我们两个搞混了 那我也根本就没有妨碍你们公务的部分 甚至我连我的记者证跟采访证 我都要交给你们 但是你们都不听我的这个内容 也没有要登记也没有要调查我 那只是要把我留置在警局 就是非常不能理解哦 那我差不多就是从 因为那个会议是下午大概三点 那在台北市政府面耗了两个小时之后 五点下午五点 就是一直留置到派出所到晚上八点 是差不多快三个小时 那警方在留置民众没有理由 或是正在调查理由的时候 法定的时间就是三小时 所以他大概留了三小时之后 那当时也有透过新闻记者协会 就是老师这边有去联系 那个信一芬局长李德威 他们才说 娟如对对对你是记者这样子 那也没有登记我的资料 也没有问话 大家说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 这个非常莫名其妙的状况 但是在警局里面 警局里的警察都不让我离开 他只说你也可以去就这个 这个现场去采访其他民众啊 你不是说你是记者吗 但是不好意思我们分局长说你先坐一下 你不要先不要离开 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的做法 他们就是把我当嫌疑犯 我就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你还跟他表明说你是记者 然后他都说你拍的东西拿来给我当证据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荒谬非常离谱 对他就会说那你记者刚好啊 刚拍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当调查证据啊 我就说采访的采访的带子是采访的带子 就跟我要不要提供给你当证据是两回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混为一谈对那呃当下其实心情是非常的起伏 而且我可以完全可以去理解呃那个呃在中立被带走的艺术家 詹詹詹女士就是心情是真的非常的起伏 而且那肾上腺素真的会狂飙 你会非常的委屈跟不满跟非常的愤愤不平 就觉得说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 但是你却是听不进去 就是以他警察的权利 认为说我叫你留下来你就该留下来 反正最后没事的就是就没事了这样 不过你愤愤不平 最愤愤不平的表现应该不会是在心意愤举这一次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 司令王家采访那一次也是受到拦阻 然后哇我后来看那个回看待超凶的 对对对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 跟很多民众遇到的时候都会一样 就会觉得受到冤屈的时候 第一次会特别说你会会非常高分贝的去质疑警察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那所以我第一次其实被阻碍的时候 呃是在士林王家的独更案 什么什么 光明行动你一记住他顾 蛤再讲一次 哪一个哪一个媒体 不要动我 对 你怎么没眼镜啊 你们让这一记者进去不能够执行社会主角 现在媒体不能进去 媒体可以进去 请不要睁眼说瞎话 没有想到现在了 你们一定要录影存证了 这不行啊 不行 不行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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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媒体不能进去 媒体可以进去 请不要睁眼说瞎话 那个杜更案因为是全台知名的 大家会把污名化为丁子户的案子 那时候是台北市政府第一次代差的民宅这样子 那所以有引发很多声援的学生前去支援这样子 那那时候我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就有两名女警 一样就是把我当成就是声援的学生 然后两个一人一边把我拉到外面 直接脱离这样子 那我可能只能说我的力气太小了 我真的没办法抵抗 所以我就被带到门外之后 我是高分贝的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然后甚至也是不属于那个詹女士 在那边说出言不逊的状况 那两名女警也就是觉得说 我的工作是把你带出来 她也不管我怎么样 那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外面的立委 有美女当时的立委有美女在外面 她就是对着女警说 她就是记者啊 你为什么抓她 所以从这事件来看说 女警她不认识公库 她就是不认识一些她不认识的媒体 她就先把你带出来 她先做了再说 那可是她听到知名的人 或是有权有势的人 或是立委的回应之后 她才能认定说 因为立委认证你是记者 我才承认你是记者 但是她可能也不觉得 你是不是记者已经不是很重要 因为可能她是立委吧 立委都这样子说 不放人也很奇怪 对对对对 有可能也许当时我并不是个记者 但只要受到立委的一个肯认 女警就是听立委的话 但她不愿意就听一个她不认识的 或是她想排除的人的话 不过我想这有一部分是 除了警察执法的程序 跟态度或者是方式之外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 在当时台湾的所谓的立内媒体 独立媒体公民媒体 慢慢的开始发达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再加上我们很多的报导 事实上跟抗争者是比较 贴近的比较接近 不管是在一些观念也好 或者是在采访的时候 也会从他们角度去报导问题 所以很自然 让他们即使不是这些 执法的方式跟态度 也可能造成他们有这种反应 因为你们就是一伙的 或者是你可能会把 这些抗争的过程报导出去 对对他们未必是有利的 是是有可能 因为在过程当中 我会就是全程的 对警方可能来说 就是我对他们搜证 但其实我是全程记录跟自保 那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不管是记者 其实一般民众都是 现在可能大家会去质疑说 我被盘查了 我被拦查了 然后我不认同警方的理由 所以我拿起手机搜证 可是警方会说 你不准拍我 我有肖像权 但其实要跟各位朋友说 这个警方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是没有肖像权可言的 因为他公务是可以受检视的 那他自己也有密录器 那总不能说以他的密录器为准 他一定有可能在关键时刻 大家可能就认为 不小心关掉 但如果我们自己用手机做自保 其实对于之后 我们当下在盘查的时候 也可以对警方是提出异议的理由 那这个警方 其实依照警职法 应该是要可以写下 异议书的 要记录异议书 那其实这个记录 影像的记录 都是为了让你可以提出 好的异议的内容 对 就是双方是平等的 而不是因为警方有一个公权力 就可以这样子是 无限制的滥权压制人民 我想不管是警方也好 或者是这种抗争者也好 抗争者也好 都是在做某种的公共服务 或是他认为的公共服务 他在做某种的公共事务的采与 那从事公共事务的人 被公共监督 被公共检视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当然这是可能看起来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但是 最近的采访警察对于这些独立媒体 或另类媒体的态度有比较好吗 或者还是不是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也是很久以前 就是发生在中正建堂附近的华光社区的案子 那那个案子也是 许多抗争学生都在拆迁期限的前一天举办晚会 那警方一样也就是提早 甚至在晚会时间前面就已经组起了一个围离 那当时警方是有控管让这个哪些媒体可以进去 就媒体可以登记之后 然后进入那个拆迁区域这样子 但是呢因为以前 就是我刚刚有说公库是比较不被警方所认识的媒体 那结果呢我们在换阵的时候就被质疑了说 诶这个是没有听过的媒体这样子 所以说诶请你们等一下这样 这实际上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那其实当时还有那时候还存在的台湾立报 就是其他媒体的同业 他们都有说诶这是我们同业啊为什么不能进去 但是警方就是不听这一套 对那当下也是因为我们也是赶紧在通知 就是新闻记者协会等等那边来去向警局那边证明说 好像也是由协会这边提供一个媒体的名单 让这个分局这边可以说 哦来由协会认定说这几个媒体是可以进去的 那当下我们还是觉得由协会来认定 哪些是媒体是有问题的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小参赖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顾独立制作的节目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捐款 欢迎大家能够除了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 也能够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的节目的荧幕上面有QR Code 或者是你是听Podcast的朋友 在我们的这个说明栏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捐款的资讯 那由大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走的更长更远更好 今天要来回来谈的是我们的非常有趣的单元 就是Report Story 就是由我们的公众的记者来谈 他自己采访的经验在现场公民其实聊天的是杨娟儒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儒 呃娟儒其实是刚刚有谈到在台在公众里面算是一个 资深病苦情的记者 因为他常常受到警察的拦阻啊 所以刚有谈到曾经在采访内服实际开发案的时候 呃被带到警察局 采访司令王家的时候也被警察抬出来 那这听起来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呢 2014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 现在应该比较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了吧 其实后续还是有遇到一些呃被警方 就是直接就是禁止进入现场采访的状况 那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就在去年呃 南铁地下化的案子的时候 因为就是刚好最好遇到了最后五户 呃遭受强拆的案件 对那其实一定也是蛮呃受瞩目的 因为这五户其实蛮坚定的 认为说他会留到最后一刻反破签这样子 那留到最后想必就是会出动一些力量 或是抗争力量到现场想要挡拆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公众的记者也都也都有所准备 所以不管换呃执政党的换做是哪一党 其实都会有类似的反破签的事情发生 那南铁地下化的案子呢 就在去年7月的时候呃最后五户 其中一户有黄春香家 啊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黄家其实去年有两波 他呃黄家屋主遇到两波 呃党拆的期限 那呃第一个是7月 第二个是10月 因为7月的时候就在这个警方 围堵他们家围城的压力之下 他签下了自愿拆迁同意书 对那10月的时候他就撑到10月之后 还是遇到党拆了这样子 遇到拆迁了 那他自己家其实是个半拆户 也就是他们家只被征收一半 对那在7月的时候呢 呃这个黄春香家本来想说 7月21的期限是拆迁 那他想说前一天晚上就是7月20号 我要举办一个晚会 然后希望可以号召全台的民众 一起来帮忙 也许这个力量 因为你可能要大家跑到台南 其实有点困难 那想说晚会也可以当成一个离别晚会 至少大家可以互相请述一些破签的案例 那7月20想要举办晚会 让更多人来了解 可是呢台南市政府跟警方 为了提防更多民众集结 或是阻挡他们公务 所以就在7月20号的中午就封路了 21号才拆 可是20号中午就封路 那封路之后呢 像工库像我自己 还有一些公事的记者 或其他的公民记者 其实我们收到晚会的时间 就想说晚上到就好 这时候到了晚会时间 到场是已经没有办法进入皇家了 所以他是把群众跟记者围在外头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媒体呢 其实已经提早一天 就是7月20或7月19号 就已经提早到皇家那边做 专题报道或深度报道 没想到20号封路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仅存的两三家媒体 就直接住在皇家里面 但是他们现场警方说只出不进 所以他们就一直只能待在皇家里面 甚至也不能出外买东西 只要出去了就不能进去了 所以就变成有一个 阻挡其他媒体进去采访的状况 那其实很荒谬的是 皇家是半彩虎 所以只拆房屋的后半部 但是他挡路的区域是 他房屋的前半部 也是前半部根本不影响公区 但是警方却是以 这里是一个公区 我怕你们记者危险的理由 不让我们进去采访这样子 那所以 他们只限皇家人可以凭证件出入 但其他记者都不行 那其实我们有距离力争 那其实还有台南市政府的新闻处的客人 都有到场 来关切 但是我们 所有的媒体 在皇家里面的媒体 在封锁区外的媒体 通通都一起向官员来 说能不能放行媒体进去采访 甚至有沟通协调说 只要你可以让警察 带我们进去拍摄10分钟也可以 但是 台南市政府新闻处客人 这边说不好意思 我不能做决定 这要由这个 执行南铁案的 铁道局中公处才可以决定 那我们就觉得很荒谬啊 就是你等于是让两三家媒体 可以就放行在里面 虽然你不让他们出来 但其他媒体 你就摆明的就是不能进去采访 那我们就有质疑他说 你是不是只让几家媒体采访 那其他人的媒体就不能采访吗 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可能都还有妨碍自由的问题吧 是就是因为记者不能出来 一旦出来他就不能进去采访 那一直有争取 可是中公处说不放就是不放 那后来怎么办呢 就是但是我们还是有进去采访 对其实因为我们在现场 因为我们人已经到了 总是要想办法进去 那个范围虽然说 擋住了我们眼睛所及的范围 但这个公区 还是有一些缝隙是可以转进去的 所以呢我还是在其他摄影大哥的帮忙之下 我们找到公区的一些缝隙 我们就钻到那个皇家铁道处相关的 公区里面再进到他们家里面 那这时候就是你只能提防相关人的耳目 那当我们成功进入皇家之后 他也就不能限缩我们 总不能再叫警察把我们拉出来这样 所以当下只能想尽办法到新闻现场里面 不过这其实是在采访的时候 常常必须要用的一些方法 因为我们要去报道真实 我们要记录那个当下 所以虽然警察拦阻 我们在这个安全跟不违法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去去做拍摄 甚至某种程度为了这种公共利益违法 说不定还是这个社会有一些不同的评价 对这其实公会也不是第一次 这样子找到这种漏洞专禁去采访吧 其实也是很久以前就是发生在 中正建议堂附近的华光社区的案子 那那个案子也是 许多抗争学生都在拆迁期限的前一天 举办晚会 那警方一样也就是提早 甚至在晚会时间前面 就已经足起了一个围离 那当时警方是有控管 让这个哪些媒体可以进去 就媒体可以登记之后 然后进入那个拆迁区域这样子 但是呢因为以前就是我刚有说 公库是比较不被警方所认识的媒体 那结果呢我们在换阵的时候 就被质疑了说 哎这个是没有听过的媒体这样子 所以说请你们等一下这样 这实际上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那其实当时 还有那时候还存在的台湾力报 就是其他媒体的同业 他们都有说 这是我们同业啊 为什么不能进去 但是警方就是不听这一套 那当下也是因为我们 也是赶紧在通知 新闻记者协会等等那边 来去向警局那边证明说 好像也是由协会这边提供一个媒体的名单 让这个分局这边可以去说 来由协会认定说 这几个媒体是可以进去的 那当下我们还是觉得 由协会来认定 哪些是媒体是有问题的 但不过当时为了妥协 能赶快进到采访现场 还是就先赶紧进入了威力警 但是的确一开始是被警方认为说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我不能让你们进去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从刚刚谈到的这个 慈禁内湖开发案或是 现在谈到华光社区 或者是更近一点的蓝铁的 这个阻挡记者采访这件事情 这一路以来你怎么去 看待记者跟警察的关系 或者是你自己在心情上面 还会像以前这么的愤怒 或者是这么的觉得你这样不行 然后想要骂他吧 我真的觉得每次 其实就有最近的这个蓝检案件 我觉得除了要去了解这些 警察职权刑事法的内容以外 真的觉得自己的修养 也要好好的培养一下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过于气愤 如果有时候就是做的不对 我觉得凶一点也是应该的 对就是因为太气愤 无法冷静的去面对 这时候其实会 冷静面对是很重要 对对会遇到警方相应的挑衅 他们可能会说 小姐小姐 轻轻冷静一点 你有时候听到这句话 你会更无法冷静 但是这样子感觉是你错 对对对 他常常会 其实警方偶尔也会用一些很激动的肢体来 攻击你 但他嘴巴却是说 小姐请你冷静 那这时候如果 如果你没有录影的话 其实你看不到 你跟警方双方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尤其是像 这次蓝检的这个詹女士 他其实甚至被警方是大外哥 就是直接撂倒在地上 压在地上 然后上烤带走这样 那这个没有被拍摄下来 其实是你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只听警方的一面支持说 诶那个 小姐请冷静的话 对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之前发生过的案件 我觉得一直到后面 我有稍微觉得说 应该要多跟警方去协调跟沟通 有礼貌性的去询问他 您是依照警职法哪一条理由来盘查 或是来调查等等 都是可以训练的 或平常应该可以多多去思考 怎么样去应对 其实很简单 就像骑机车 常会遇到酒侧蓝检 对 其实我最近就在想 常会有一根吹气的棒子 要来验你的酒精浓度 对 那其实现在疫情期间 那个棒子到底有没有消毒 其实让很多人轮番的吹过 让你验酒精 有啦 那个有在换啦 真的吗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 你好像可以去跟警方询问说 你这个有消毒吗 所以上次我们的确有去 去质问警方说 你这个有消毒吗 他就回应我说 你不想吹你可以离开 对 他就简单的放行了 所以其实面对不同的警方 就是 还是有不同的状况啦 所以平常就是 要让自己的心情跟那个 面对这个冷静理性的状况 是平常应该要训练一下的 不过这种长期下来 常常在采访的时候 遇到警察有意无意的这种 拦阻 那当然你可能会发展出一套应对的方法 例如说刚刚谈到冷静的去 面对这些问题 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但是也有很可能 因此而产生了某种的寒蟬效应 自我设限 就是说 好啦这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那我就不要去争取 我跟他相爱无事 我能够采访到的东西做好就好了 就不要再去做采访 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或是这样的一种自我设限吗 在公库的话 其实有很多 会遇到是社运的突袭的现场 就是有一些社运团体想要升高手段 他会用秘密行动的方式 他没有公开发采访通知 那他只会告诉几个比较友善的媒体 那我们接受 我们当然不一定会去 我们会看状况 那当有这个突袭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着去这样子 那我们跟着去一定就是冲入一些 警方所认为违法地方 或是你没有申请集会游行 那我们就会一起冲到现场 但是呢 就要跟大家讲过 讲一件事情 就是跟媒体采访区有关的 台北市政府在2015年开始 就是去讨论说在大型集会游行现场 要划设媒体采访区 因为他说要保护记者 对 那其实公库的特性是跟着社运 社运者嘛 那就在一个案子 就是南港瓶盖工厂的案子的时候 其实公库也是收到秘密行动的通知 那我们就跟着文史团体一起到 工区现场里面 从进去 那就在那一年就是2015年设置 这个媒体采访区的那一年 那那时候台北市警局是认为说 像那个318太阳花 或是324的行政院的占领行动 所以是说執行勤务上跟记者有一些状况 所以就想说我们订定一个媒体采访区 那你们记者就配合我们嘛 所以要保护记者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案子就很有 在南港瓶盖工厂的时候 就有很明显的寒残效应 就我跟着文史团体一起进去 可是后来才到的主流媒体 他们其实在远远的南港工厂的门口拍摄 他们不敢任意的进来 甚至警方后来来到的时候 就拉起了两道封锁线 那这个封锁线也让那个主流媒体 就是小心翼翼的走进来说 我们可以拍摄吗 他们也不敢轻易的越过封锁线 可是当时我跟一些其他的媒体 是跟文史团体一起就站在工区里面 就是任意的走动 可是我们就看了封锁线外 有好几家两三家的主流媒体 就是在外面采访 就是形成一个比较荒谬的状况 他们还是不敢走进来 所以在当时这个南港瓶盖工厂的案子 就很明显看到 主流媒体有因为这个采访区的设置 就乖乖的待那边 让拍摄仅有的画面 但是我们在里面 就可以拍摄到更多的画面 这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在现场采访 然后特别是一个 这个非常接近这个抗争现场 跟抗争者的一个记者 你觉得台湾整体的新闻自由 在这几年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有越来越好吗 或者是说 在表面上面 我们看到媒体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然后甚至 变成是一个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秩序 可是实际上面 它会不会还是有一些 这种限制在里头呢 我觉得在官署上面来看 就是有一些新闻自由上的进步 比如说像立法院的采访证的发放 经过一些团体的争取 还有公布在当年2015年的时候 2016都有相继跟立法院提出夕院 去争取说我们要有 就是非盈利组织 可以领有那个 焕发采访证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有开放的 那其实不止非盈利组织 非盈利媒体 然后或是主流媒体或是商业媒体 其实像一般的记录片导演 或是一般的公民记者 如果你提案的话 你也是可以向立法院 申请的创发记者证 对 在官署方面 我觉得对于网媒 或是更多更多元的媒体来说 是有相对比较认识 跟愿意进入官署 但是只是进入官署的部分 比如说环保署 比如说营建署 但营建署也有 就是 采访权不一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要根据主席的意见 或是委员的意见 才能决定要不要放行 但是 近几年来看 是慢慢我觉得稍微好一点点 可是如果是在官署以外的 一个公共区域的采访权 那是非常的不一定 对 那不管是像前几年 我还曾经也是被带到警察局 那去年南铁案等等的 甚至就是阻挡你 直接不让你进去 就是时好时坏 但是坏的时候 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 就是直接阻挡你不让你采访 但是却不见很多人去欠责 我们的政府 不让媒体进去采访这样子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 就是我们看到在 这个整个台湾的新闻自由 都是一个不断在往上提升 就是排名也是越来越前面 可是有时候那个真正的控制或限制 其实是在关键时刻 是在某些的细节当中 在这个细节里面 常常会去限制记者采访 为什么因为有权利的人最怕被记录 而我们的工作 就是要去记录这些有权利的人 以及这些抗争的现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虽然娟儒是 资深又苦情的人 但是也为我们台湾社会 立下了这个拍摄了非常非常多 重要的历史的关键时刻 今天非常谢谢娟儒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下礼拜再会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